大家好我是阿天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次活動故事如何 我覺得這次活動故事很棒喔 我覺得至少可以有95分以上 把小綠人飛羽的整個故事啊 還有他之前的一些小細節 算是埋的伏筆嗎 有了一個很好的這個解釋喔 所以這一次他的戰型有沒有看到 他發現說他自己的這一個 怎麼講呢 戰術形態竟然是一把劍的時候那個興奮的那個表情喔 因為他是劍士 結果他的那個戰術型態是強 他是很介意這一點喔 那不過呢 他的技能哇SP15然後呢全部的SP上升8 這個感覺上很有用耶 那另外的話就是 月城喔月城的話呢 他本身有象徵喔有象徵的話威力應該是蠻強的但是呢 光全體的角色我已經有 光全體的話有蠻多隻角色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好角色的話呢 大光陣東城獅啊那這個是一定要有的嗎 其實打全體然後呢傷害也是不錯 甚至有的時候我會把他拿來當主攻喔 那有象徵的話威力就會強就像ROE一樣但是ROE好敵是因為說 他本身呢就是被打的時候象徵會增加 然後呢ROE本身又坦 圓皮又可以帶無敵盾 那他的那一招雷大招啊 他吃的是體力所以說你的飾品呢就撐體力就好然後體力又跟防禦力有關係所以ROE就是一整個好用啊 那至於說小力圓飛魚的話呢 哇這個加SP我是覺得蠻有用的啦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這個意識城的洗禮之後呢 我覺得我之前就是東抽西抽啊 抽了很多的角色但是在這一次的這個意識城的面前呢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要開始好好的把一些角色塗到3再說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角色 唯一塗3的只有兩隻角色 而且都是 都是在這個飛纜天空開服啊 一個是天使一個是百合喔 那這兩個的話呢算是一個是光隊的主攻 一個是火隊的主攻 但是這樣是塗3我是完全沒有後悔啦 畢竟天使自己幫自己疊心眼 心眼是一個多重要的buff啊 然後呢百合天空傷害力又強然後又是十連段打OD也好那本身他也可以疊破壞率 所以呢就是我唯一塗3的就只有這兩隻 原本的這樣子打都夠 但是這隻boss呢硬生生的血量拉到了1億8然後又痛 所以說呢我在打這個意識城的話呢 第一隊的我就必須要有兩個位置去當補師 然後我又沒有天鷹貓貓可以來算是把冰隊的這個傷害進一步提升 有啦我有這個封後迷生啦 他可以去降這個冰房 但是我覺得 這個 單單降兩個冰房 身家的傷害力沒有很多 所以與其就是上一隻角色只為了降冰房 我不如多上一個補師 這個回合數撐長喔 那另外呢像瑞蘭娜這個角色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值得練喔 他一個人的話呢 四次大招可以累積不錯的OD 一個脆弱 一個普通防禦力下降 雖然說這個降的數值沒有那麼多 但是至少他一個人呢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累積OD 然後呢這個開大招的時候呢可以幫忙上脆弱 主要瑞蘭娜原皮開冰陣然後又有這個廢墟幻想啊 反正在這樣子角色吃緊的狀況下呢 每一個人都要身兼多職喔 像我上這個大倒50零的話呢 反而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發燙的肉體 但是呢這個降的幅度是蠻多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的第一隊冰隊呢 就讓他使用兩次發燙的肉體 然後呢先破盾 打破壞率跌到999 再盡量的輸出 那當然忍者不用講啦 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其他型態啊 自己疊連擊 然後呢自己加冰攻擊力 那再加上一個寶珠 自己還可以疊什麼爆擊啊爆傷啊 那他真的是一隻超方便的角色 就連這個第一隊的這個冰隊啊 傷害也是靠他打喔 那所以說呢 這樣子就可以省下很多其他的角色 然後我就可以上兩隻補師 跟這個意識成Boss慢慢耗 所以接下來禮包的部分呢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去等待有 附贈10個萬能戰型碎片的禮包 因為呢我想要把一些 還沒有塗3的角色給塗上去喔 至於說新角色的話呢 因為我已經玩了一年多嘛 然後呢也都有課金 所以我的角色算很齊全 當然新的角色越出就是 會越想要讓人家收集嘛 可是因為這一次意識成Boss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想說 我是不是要先把錢投資在 強化我原有的角色上面 或者是說 如果說碰到類似像 這一次意識成的Boss啊 我的傷菜輸出啊 是不是應該把一些 比較重點的角色塗到3再說 譬如說4妹 即使他不是攻擊手 但是他塗到3的話呢 他的技能攻擊力上升加25%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的火隊會不會因為4妹塗到3之後呢 就變得更猛 因為之前就是有角色就抽 有角色就抽 開圖再說嘛 結果抽了一大堆呢 其實很多真正上場的話 還是在用那幾隻強的角色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我的這個廢墟券已經96張了 其實我還是在很努力的消耗呢 現在我已經沒有在跑46到30幾層 還是41層到50層 我現在基本上啊 就是只跑46到50 應該說 46到45 然後呢 45到50 就只跑這一段了 因為我的廢墟券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所有角色 寶珠滿是沒有問題 因為 真的太花時間了 所以我現在只跑這樣子一段而已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 跑46到45再到50呢 這樣子也輕鬆很多 因為你就不用留什麼大招了 反正呢 這個跑完之後呢 留一個什麼od3 到boss的時候 全部給他轟下去 那當然啦 體力還有剩個60幾 但是也不會覺得浪費 那至於這一次的積分戰呢 我只有打了49萬 然後這隻boss狗狗的話呢 有三條dp 對難度的話 我只有設20 因為呢 每5回合 減少sp5 真的是太頭痛了 所以說呢 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只有選擇 11520 目標40萬 拿到這個什麼 必出SS 戰型探索的碎片就好了 那這個boss的話呢 我還是有上ROE 雖然這個boss他會有一回合攻擊兩次 但是呢 他在 一開始的 135回合 都是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的時候呢 ROE上來 然後呢 單回合如果說 輸出兩次的話呢 ROE就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交換的 三條dp的話呢 就一開始buff 不用疊那麼多 因為當你在打dp的那個時候啊 有一些傷害他會浪費掉 所以大概就是 加一層buff 然後呢就打出去 先破個 一條半 然後呢ROE開兩次大招 破完全部的dp之後呢 疊破壞力 但是我也沒有疊破壞力啦 我大概 破壞力打到個 140幾 我就輸出了 所以說這個傷害率最高是 1500萬 那分數的話就是 49萬 先把基本的拿到 至於說60萬分的這個 白金獎座的話 沒有關係 我在打完10層boss之後呢 我就已經沒有力了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拜拜